2018年度上市公司体检报告 2018年股市大事件频发市场生态发生剧烈变化 护士最大回撤于千点一年时间 九成A股下跌现在是什么样子 数据宝推出2018年度上市公司体检报告 从上市公司体量、盈利、分红、投资等角度 带您一览上市公司全貌 资本市场发展至今深户上市公司数量 壮大至3584家规模优势突出 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 截至2018年前三季度 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1.9万亿元 赞同其GDP的一半以区域分布看 目前上市公司集中于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北京、上海五大区域 这些区域也连续多年GDP收入排名 靠前广东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达587家 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达16.4% 以除权除夕日为基准 2018年度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受超万亿元 全年进行派现的公司达2748家 占上市公司比例为77% 派现公司加速及占上市公司比例 均创出新高近5年投资性房地产金额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18年前 三季拥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 有1696家投资性房地产总额受超万亿 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的投资性房地产总额9941亿元 2018年在证券市场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